這個我是插一根針而已 那各位看它的動作 這樣比較了解 那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 很清楚可以看出來 所以其實插一根針就比較教物語 教數學 那插染都是看著漂亮 所以給你們八顆球 是在那轉的很高興其實 保持線啊 對保持線 沒有發現它保持線 那剛剛跟各位講就是 走到這裡有個三點 要對一條直線 對到那裡 才能夠 不然會撞到這個 它回到軌跡就不對了 因為它空一個尺沒有插珠子 因為你看看這看很清楚 看我這裡 可是這個線就已經有16條 如果 有有有一比哦 這個尺數16尺這個32尺 它有一定的比例 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才能夠做出今天這個效果 剛剛一直在強調這個肌炎跟滾圓 它在滾動的時候 它是 本來是沒有那個尺的 那卡丹那種設計尺 把它設立上去 它走了就會很確動 我們叫確定動作 叫確動 這個是 好 最後一個 就下課 好 就